要來解讀這個大好消息之前 我得坦白講 我們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至今 反而是有一好一壞的消息 好的 賴玉堂請上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 台灣跟印度要洽遷 自由貿易協定FTA 要設半導體中心 那壞的呢 壞的是半導體跟面板廠 如果要把大陸廠給賣掉 聽說經濟部要嚴管 那我就想到 之前不是日月光控股嗎 就要清掉中國大陸 這個成熟製程的封測廠 清掉三到四座廠吧 然後高階的封測 移回到了台灣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不懂 這個比較讓人擔心的 說明清楚 因為先講 其實它主要控管的 還是在我們比較在意的 一些高階技術的產業 像剛剛談到半導體 可能封測 晶圓代工就是一塊 然後還有所謂的面板 大概這三大塊 所以它修正的 所謂在大陸進去從事 投資或技術核准的許可辦法 把這個法規弄得更嚴格 因為以前是這樣 我們在中國大陸 可能出售一些事業的股權 如果因為當中 可能涉及一些技術的轉欄 都要事前要去做一些核准 才能這樣做 因為你要賣場 有時候這些機器 設備 人員 同步包括技術轉移 對 那現在是用這個 叫事後報備 你可能是出售一些股權 可能比較沒有涉及到 太敏感的一些技術的轉欄 事後報備就是 先賣了 後來告知你 對 再報備 那現在改為事前的審查 主要就是我剛剛談到的 你主要是半導體的 可能是晶圓的代工 剛剛談到封測 然後面板相關的產業 你如果是在這個 它的一個控管的一些產業當中 你就要事前先審核 通過 那你才能去做這些所謂的一些 股權的出售等等 換言之 如果這月光控股賣大陸廠 是現在還沒發生 那麼它先要送到經濟部投審會審查 過了之後才能夠賣場 沒有錯 沒有錯 我覺得有必要 因為這些有些技術 我們都贏中國大陸 其實規定更嚴格就是 防止關鍵的技術流向中國 那過去有幾家公司 比如說光寶科 它出售它的儲存部門SSD的公司 給紫光 這在2017年 那2000年有兩家算是平蓋股 當時蠻多項可稱 就是把出售給這個泰州廠 給藍絲科技 偽創出售給力訊 那原理上如果是一些組裝 比較不涉及所謂敏感性的 一些產業的話 對這個應該是控管沒那麼嚴格 但像剛剛談到日月光 它出售四個廠 給所謂的知路之美 也是中國大陸一家公司 那往後可能就會比較嚴格的審查 因為它是屬於封測業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先問一下 因為剛剛玉堂有講 集中在這兩大產業 我們先進製程 包括了7532奈米 是不是領先中國大陸 我們的面板廠 友達群創 車用的面板 還有包括了mini-lay這些等等 可是客製化的 是不是這些技術都贏過中國 沒錯 所以我們都贏他們 他們不會我們會做 怎麼能夠把技術外流呢 因此接下來又追過了 那喜呢 喜的就是順著第一段談到 我們已經跟印度有合作發射這個衛星了 那目前已經有傳出來 跟印度去搶塔這個FTA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先來看印度 跟我們的一個貿易的一個關係 從去年統計的資料 台印的貿易總額大約47.97億美元 佔台灣的貿易比重大概0.76% 不高 不高 因為15大貿易夥伴 因為不高我們才要再跟它更密切 因為未來就會提高嘛 對耶 因為基期低耶 對啊 因為如果這個FTA洽遷之後 就是相關的一些關稅 對人員 貨品的往來 它會更融洽更快速 而且我跟您報告喔 印度呢 這一兩年跟中國大陸關係不怎麼好 對 所以呢本來RCEP東協10加6 那個6其中最後一個就是印度 就印度呢 一直不想要加入中國大陸主導的東協10加6 所以才會變成東協10加5RCEP 而RCEP我們台灣都進不去 因為是中國大陸主導 我們才會走向加入日本美國主導的CPTPP 泛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喔 所以呢不加入RCEP的兩國 剛剛好進行貿易合作 對就是我們就自己嘛 簽了一個FTA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好 所以再來這個莫迪的政府啊 也為了讓整個印度的一個經濟啊 從過去這兩年 因為COVID-19其實印度受創蠻嚴重的 那希望能夠讓整個印度的一個經濟更為活弱 所以他推動兩個一個政策一個叫印度製造 希望有更多的這些工廠企業 你來印度設廠 然後所謂的叫做印度自立更生的特別經濟計畫 原則上就是因為第一個 印度其實他的應該說軟體人才很強 然後他也希望相關的這些工廠來這邊設廠之後 整個上中下游的供應鏈能夠很完整 所以咯我們跟他印度合作 靠的是他的人才的know how軟體部分 我們擅長硬體 所以呢印度的軟加上台灣的硬剛好百分百 沒錯而且各位還有印象 其實過去幾年蘋果是不是把一些重心生產 像鴻海印度嘛那主要是組裝 那希望就是說指揮印度製造 印度自立更生的計畫就是 你整個產業鏈上中下游都在這嘛 那會更完整 所以他有承諾要次之三百億美元 就是把印度打造成電子零件的一個生產重心 那特別強調就是什麼 特別是半導體 因為半導體這一塊是目前印度最缺乏的 對所以我們來看到其實這個洽簽FTA的一個重心 我覺得是在半導體這一塊 而且各自有優勢 對我們現在看這個印度斯坦時報的一個報道 在日前有傳出來 就是說印度跟台灣正在商討 總會演你這個FTA 之前已經有過一些洽談了 但最關鍵就是他們談到兩家公司 台積電跟聯電 希望能夠在印度勝利半導體的製造中心的可行性 還在研討當中 講到這個我真的好驕傲喔 觀眾朋友 光台積電你知道到美國設場之後 歐洲也在搶台積電到那市場 日本也邀請我們台積電去 我們投審會已經何可通過了喔 在日本股市大漲 漲的就是台積電要去日本了 日本打開大門還好多優惠呢 連聯電大家就搶的要 沒有錯 因為印度政府他預估到二零二五年 每年他的晶片需求是要高達一千億美元 那他當中幾乎進口 就是說要從 因為他半導體 比較上流的晶片沒有到進口 但是有三分之一 大概要從中國大陸來 那你剛才也談到 他跟中國的關係呢 不好 那萬一哪一天中國突然斷了你的供應 那我整個印度的這個經濟 整個工廠就停擺 所以他希望剛剛談到 就是自給自足 把整個產業鏈弄得更完整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先確保晶片的供應穩定 這個是當務之急 所以他的半導體鏈如果這麼合作 我來個白板好不好 台印合作在半導體領域 我先把半導體的上中下游畫一畫 請玉堂給大家一個答案 最上游不外乎IC設計 涵蓋了像2454聯發科 好了我設計圖畫好之後 當然需要我的台積電 包括了聯電來製造代工 製造代工這一小小的晶片 我得需要站在板子上 晶片站在PCB印刷電路板上 上次玉堂教過 需要一個載板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載板 包括了PCB印刷電路板 但跟您報告 這整套是要把它封裝起來的 因此這個地方還會有一個 包括了封測等等 上中下游 我們直接換紅色 請問如果照這麼說 因為來到封測 或者是封測在這個地方 印度跟台灣的合作 大概是哪幾面相幫我畫一畫 第一個最關鍵最關鍵的 就是這一個製造代工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上游IC設計 我們講他算是軟體類的 那印度其實非常厲害 所以他們設計也強了 他們設計很強 但他們就少了晶圓製造 來去幫他們把這個IC設計 畫好的這個電路圖 把它製造出來 當然這些封測PCB載板 甚至這些設備廠 要一起去的話 不是說不可能 但是你老大哥不去 你其他人去要幹嘛 你懂得這樣 封測列去 你沒有晶圓 我就不用去了 所以你台積電或聯電 你先去之後 這一些廠商PCB封測廠商 他們自然會跟進 等一下喔 他的半導體重心 是我們也一定要去印度嗎 還是說我們要去印度 要去印度蓋廠 這樣子喔 但是因為半導體 我們剛剛談到 這是最敏感的產業 你要去國外去設廠 去台積電 你要移到那邊 其實台灣也要有相關的法規同意 所以一定是要雙邊的政府先談好 甚至相關的一些合作 認可你的技術啊 整個廠的可以去印度設廠 所以說剛剛我們才特別談到 印度的報導指出 希望台積電聯電先到那邊設廠 其實你只要過去之後 周邊的這些廠商 甚至我覺得到那邊設廠 整個鏈 他就自然會形成 太讚了 總之呢 晶圓製造代工 是一會受惠 第二個呢 高階封裝測試日月光那 應該也有機會 對 因為你得把它封裝起來 所以高階載版 印刷電路版 從這邊走往下游 應該都是合作的主要面向 沒有錯沒有錯 清掉之後 印度已經在做準備了 接著呢 對所以我們來看 有幾個優勢 印度我剛剛談到 其實他們那種IC設計軟體的人才 非常厲害 充裕 好 那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工資比較低廉 他們的人才 不比所謂的美國 甚至台灣差 都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工資卻比較低廉 所以這個是誘因存在 像我們講到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美國的一些人員的管理 福利 文化等等 可能跟台灣有不小的差距 沒錯 因為他們是先進國家 印度跟我們剛好是亞洲國家 然後我們台灣是先進 他們是開發中 所以這些都比較便宜 對對對 甚至更耐操 你說要美國人加班 好像比較難 不可能 但要印度人加班 感覺是可以的 對 好那再來 那台灣比較強的 就是剛剛談到 就半導體的一個晶圓的製造技術 這個是印度沒有的 所以他希望台積電或聯電 甚至利基電 我覺得都OK 這些晶圓的一個代工廠 到那邊設廠之後 能讓整個印度的所謂半導體鏈 它就可以上中下游 可以更完整 好您知道嗎 玉堂在捷雨的時候 我大概全球的版圖 好像有點勾勒出來 還記不記得 之前的捷線專家 這次會的子昂老師有說 而後全球半導體的發展 將是one world to systems 幫我來個白板 我們開始找國家囉 也就是同樣半導體 所有眼睛睜開看到的東西 只要你融入AI智慧化 告訴您 您都少不了這麼一小小顆的晶片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講兩套系統 先來畫一下台灣這一組 因為很顯然的 美國找台積電去 當然會在這 台灣還有美國台灣 歐洲也請台積電去 現在又多了一個印度找我們去 這邊是印度 所以這邊會不會是一套系統 第二套系統就是中國大陸了 因為美中科技戰打的蛋就是中國大陸 不然幹嘛防堵它的高階製程 跟先進製程 成熟製程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也會跟俄羅斯來進行合作 另外我不知道韓國是不是寫在這 還是寫在這 這邊你覺得好像哪些成員國 原來中國上很難找到其他的成員國 因為美國其實對它的制裁很嚴 甚至因為這些都常在中心相關的一些 半導體的設備都嚴禁出售給它了 所以目前來看 他可以自己努力研發嗎 當然可以 但是技術上時間要多少年 能不能追上台積電 這個差距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沒有設備也不好做 雖然這邊是我覺得當然是美對抗中 當然這邊剩下就其他一塊 但是我覺得其實各個國家 他們都有各自的盤算 就是為了確保晶圓晶片的供應鏈 能夠自除病原定員政治的風險 其實我覺得他都是單獨的 德國去找他就是希望 我將來不會有一些斷鏈的風險 日本找台積電也是汽車晶片 他要自給自足 所以我希望台積電就是來日本 當地去設廠 所以說各個國家都是希望 讓自己有自己的場自己的鏈 然後有點獨立的一個競爭的感覺 所以這邊我還漏寫了日本 那我來個假設好了 因為我發現最近的南韓 他南韓往常在做事都是這樣子 他不跟你分什麼 你是我朋友的敵人 大家都好 最近中國大陸老找三星跟韓國 進行一些的 包括了高階製程 這些三星的晶片 這有沒有可能 他也把韓國拉攏過去 當然有可能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以後一分天下的半導體世界 我們就得要認識他了 沒有錯 好 感謝玉堂 非常謝謝您觀眾朋友 這張是後面幫您畫出來的 已經ING正在進行式 輕調來看 台灣的JOR 就在半導體領域 世界No.1 先說為什麼會有這個擔心 因為我們半導體面板很多的技術 是贏過中國大陸的 尤其在車用面板 車載面板這一些 還有先進製程的半導體技術 因此經濟部現在就講了 如果我們台灣廠商要處分掉 中國大陸那些相關的廠 或者是資產的話 以後變成事前審查 經濟部和可過了之後 才能夠賣給中國大陸 因此這個優我們盯著看了 保住我們的高階技術 是有其必要性的 那麼喜呢 印度早上的台灣洽談 半導體的相關合作 而且印度計畫要印度製造 印度的自力更生 他們的人口紅利已經贏過中國大陸了 14億人口印度到位 中國大陸是少於14億的 世界工廠 China的角色會被印度給取代 請您想一想 最後一個 這個玉堂說得好 當然要合作當然各自有優勢 印度強的是在設計 是在軟體這一大塊 是在人才 而我們強的是在製造 先進製程 包括了技術部分 互相互補 台灣印度就能夠打造 半導體的重要世界重心 這樣優勢繼續合作 以上結論 與台灣正確嗎 完全正確 感謝您了 接下來回到講之後 我要問慶隆 這真的是正確的嗎 保發中心 保險發展中心 竟然示警了 明年2022 請小心 國內盡控下的受險業 恐怕獲利會報減四分之三 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這個真的是很真的話 請問我們日後呢 挑盡控股 又該怎麼取選 讓慶隆交會您